第一種個股推介是渣打2888 全球利率在今年底前二升難跌 加上去年加息因素有滯後效應 舒緩了銀行股的正式差擴闊伐力的憂慮 渣打集團今明兩年的正式差 預料會持續擴闊 非利息收入亦有增長的憧憬 渣打現時的估值吸引 保守估計有望重返80元以上 綜合由4月中二來 勸商給予渣打的目標價平均值大約是82.38元 較渣打上星期的收市價67.6元高出22% 無論如何渣打的估值仍然便宜 而且在上述多個角度都顯示80元 並非遙不可及的目標 投資者不妨趁渣打回到64元便買入第一柱 如果有機會見67元便可以加碼 初步看80元的關口 跌穿60元便食而止蝕 第二種個股推介是月海 月海投資股份編號是270元 月海投資將會下星期二便是除淨 東江水供水業務的收入穩定 過去十年每年都維持每股牌息增加 現場預測今年股息率超過9厘 可以趁回吐時吸納 近期港股轉強 恒指重上二萬大關 由5月底低位已經累計升大約2000點 不少股份亦隨著大市回升 不過月海投資近期的走勢仍然落後大市 加上美國聯儲局6月暫停加息 反映美國的息後接近見頂 有利以收息為主的公用股 另一角度看 現時大市的氣氛好轉 月海投資的股價偏落後 而預測股息率超過9厘 正是偏外收息投資者吸納的時機 另外公司的非東江水業務 持續有一個快速的發展 預料可以在疫勢當中見到增長 加上今明兩年綜合勸商預測股息率 分別有9厘和9厘3 是收息股當中的你想選擇